另外傅里乡农会则是在丰收的水稻田内 摆设了一场晚宴的活动 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在地健康有机的农产饮食料理 虽然天雨风大 预约报名的人数出席率还是高达了九成 品尝了健康美食 也吃到了傅里的浓浓人情味 上菜哦 田中宴主人总干事张苏华一句开动 走出于农会员工如鱼罐般进场 把在地健康有机农产的佳肴美食端上桌 不论摆盘还是食材料理 吃了春齿柳香 田中宴好吃 气氛很好吃得很吃得下去 布里江农会推广在地农产食材 特别办理欢庆到来田中宴 和大家共同分享在地健康有机的农产饮食 虽然天雨冷风吹 但预约报名者出席率也高达九成 田中宴的参与度相当高 那像这样的一个餐会您觉得 还不错啊 可惜今天是下雨 那有吃到他们的一些食品 有没有食材 有一样来的吧 两样来的 我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还蛮好吃的 都是用米做的一些产品 这大挑战 再加上天宫不作美 情况危急 索性农会团队应变得宜 让与会的长官贵宾吃得津津有味 肯定圣战是一场浪漫的田中宴 下雨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浪漫 那今天我也在里面有看到 我们有很多新的这些表现 不管是环境或者是现在的餐 那我觉得富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 人也非常厉害的一个好地方 那当然已经先开吃了 很棒很棒很棒 富里乡农会欢庆到来田中宴 结合了知名餐厅主厨 以在地有机农产品当食材 融合富里乡多元族群的饮食文化特色 烹饪料理出一道又一道精品美食 中央社张素华说 要和大家分享富里乡 到底健康的好滋味 我们要爱护我们这块土地 它才会给我们带来很丰盛的收获 然后今天的晚餐 也因为这个大地给我们 我们才会有这一餐丰盛的晚餐 欢庆到来田中宴 虽然伴随着风雨 不过确令西中的每一个人 品尝到富里乡农会 推广在地农产的用心 十分感动 中央社张素华感谢农会团队 以及地方各界对农会的支持与协助 未来也将办理相关农产推广活动 要和全国乡亲民众分享富里的好 记者是玉兰富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协助